哈啰 哈啰 又是洞息前瞬的时间 今天我们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说说 现在香港马会 阿牌那些知道的 如果WinPay Q 如果你投注一万元的话 没买过 没买过 阿燕仔买过 他忘记收 我提他收 很多年前 七八年前 有10%回购 第二个环节就是说说 打比的前瞬 今期打比好看 全部实力码都排大外档 一会儿说 是不是有剧本 没有剧本 你也不肯 不是 我听到 听到那个 那个 又不是谷经上路 就是我虚火上升 他什么都说有剧本 是不是剧本 陰謀论 没可能 全部实力码大外档 第三个环节 当然介绍 先说回购 那现在香港马会 大家都知道 回购一定是投资一万元 是 那输了10% 但早前几天 我就跟我们驻美国的 特约记者 Garry 就是每次20元美金 帮助我们的那个 是 又老友也帮助 帮助你 好像早前最后一场赛事赢马 在美国提过 喂 陈翁 你这位手足在香港那边 跑泥地麻烦地 草地还可以 接着之后跌下来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又等Garry in 再说一下 跌下来 不是很伤 来源终点跌下来 差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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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没有说 他怎么样 潮哥就说 美国有些 有些 网站 为什么优惠化呢 第一个优惠 就像昨天那样 星期三 生意少一点 如果你是投注的话 就赚20元美金给你出 哦 你可以不到 但是你这20元美金 就维持到这个星期六日 就是下个星期就作费了 投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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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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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一个积分成功上 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总的2500分 比如你投注到 不知道他怎么计算 总的2500分 就赚5元美金 哦 最惊人的一件事 阿牌哥 如果这件事 放开香港 就感觉到爆裂了 嗯 比如我 没听到星期排队马之前 是 我认为投注 某些 就是昨天那些 没有人排队那些马 是 昨天就是最重要 第四条四条飞云 是 不是 一早投注了 如果美国 他们组的网站 嗯 就可以取消 开跑前 可以取消 有没有说多久 开头开前 总之还没开队 香港没开队前 可以取消 最顶的地方 就是昨天 一七星利台 那一定 一早投注 买了飞云 立刻取消 立刻取消 所以呢 其实 其实 香港马会 其实现在的投注 好像今年 就跌了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他跌的原因 只不过是 投注大了 跌 那其实 仿效了 美国那些 马网 那些优惠方法 OK 我就立刻打成全金赏 喂 我说 我说 Gary 帮我开两个户口 对不起 美国公民才可以开 没有美国身份证 不用说话 不能说 不能谈 法国皇帝 免得谈 OK 挺有趣的 这个奖商计划 不是 星期三四 因应投注少 做二十元美金 二十元美金 我这个老朋友就聰明了 可能是 葛珠香尊 葛珠黎 他聰明了 你知道他做哪一行 立刻找 五七个 那些墨西哥妹 每人开个户口 总之你帮我搞定 每人每个星期 我给你五元美金 他就变了十几个户口 所以 所以经常打上胜利台 为何二十元五十元 就是这个原因 昨天加上又赢钱 这个因为挺有趣的 是不是全部马场都是这样 不知道 总计他赌了几个户口 就是这样 很优惠的 迫哥 这边说 合法的话 不知道合法不合法 那你有身份证 开户口也不合法 这个合法的 迫哥 美国人做生意很漂亮 你只是看赌场 澳门赌场就很简单 那时候不知道 几年前 是 那我们有时 乘搭赌场车出码头 是 譬如乘搭美国的赌场 全部不用钱 那一向就不用钱 澳门的赌场车 你如果乘搭何胜的赌场 在中间赌场 就问班长 拿一张车票 拿一张飞 才上车 乘搭出码头 那最好 人家送什么 就送他送叉销吧 送叉销是真有其事的 没有上车票 没有上车票 你打得 呃 南球 大到八得了 这个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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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奇 狮子 新加坡 不是 狮子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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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歌梅 不是美歌梅 金沙 金沙之后 什么 什么人 威尼斯人 威尼斯人 人家那些美国佬做生意真的漂亮 真的漂亮 没问题 人家这些很均真 到澳门马上是这样的 又说澳门马上 又说澳门马上 人家不喜欢 人家 20多年前 是 17年前 金沙已经留澳门马上去卖给他 但是他当时呢 就狮子那么大口 就是 知识流 是吧 真的 狮子那么大口咬下去 就是现在美歌梅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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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狮子 狮子那么大口咬下去 人家不刮你了 你的当事已经是江河日下 那时试过是风光的 跑了十几场 但是之后开始就不风光 开始不风光 不风光 人家惹你就应该去卖 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他想到 那些投注的东西 做了两个星期之后就关门了 当谈谈谈 关门 为什么打鼻 今次打鼻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白哥 是 那我们再看江导演 那个排位表 你怎么看这件事 全部实力码大外档 是 那给了二十六万 参加打鼻 标志岚是十四桌 是啊 焦阳明居 雷台等十三桌 是 是 真的不是剧本 没有剧本的 你不要我们不要 最公平的 因为 双位数字的档位 是亏很多的 那现在变成了 这场马 就很大机会爆 那我就这样看 就不讲马 但是 因为大家和了 你买什么都可以 即是顿回云 是 我又不讲当 我就是 这场马 我的拼向就是 挑騎士 我的理论 选骑士 为什么呢 我选欧洲骑士 因为跑长途 欧洲骑士肯定要让欧洲骑士 跑完大赛 不是跑长途 你跑短途 就买欧洲骑士 那现在我就看过了 我当然买欧洲骑士 欧洲骑士 就是等于是 布宜鹤和 莫雅 那我就会将 我会看这两个 这场马 我又不看档位 又不看分数 我要买骑士 这场马 我认为 上马骑士 因为他拉得很均匀 就是你 低分码里面赚了一些 高分码里面赚了一些 高分码里面赚了一些 和家差不用怎么计 就计算一下 骑士帮不帮到手 那你跑长途 欧洲骑士 永远都赢澳洲骑士 莫雅布鱼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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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 我是这样看 其实呢 港赌呢 你上马是不要赌的 不要赌头 不过我们只是打比 都要大家来聊聊 这场马就一定没有架单了 这场马也拉均匀了 你虽然是标志鱼鹤 十三档 可能是大业 但是每十多元 可能抛到有两倍或三倍 没有标志鱼鹤 不是不是 那只 嬌陽明他抱歉 没有了 这场赛事不是买过 为什么呢 你又弄了一只脚 又休了两天 又排了这个档 又要估二千档不到 很多因素的 是不是 那你还不会值两倍的 那这场马 我就倾向 我选欧洲骑士 就是整晚都碰面 我到时就选一只 安静 牌哥碰到六七倍的 那你说 鲁尔尔 蟬星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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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样东西 就是他没有二千 跑过 安静是 赢过二千 对吧 和莫芽跑过一场 莫芽 肯利 当然不是 你不知道上次 他是 有没有传 因为他是正在入围 他未必要全滴跑 就是废字同扣女 叫人明吹 正面冲突 我的理论就是这样 童哥 你可以不用我的理论来解码 那理论怎么看 所谓高分码 实力码全部大外挡 大家知道 一起步转挖 一定是走入 正常他就是出门 他就是留一留 等你们去之后 他就走入 那你要等一会才进去 那你就虐了五六个马位 一步转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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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很担心 这件事 不幸被你言中 那只大叶门 BZ銀行最惨的 14多 考虑了很多 他没得选 他一出门就拉住 等人家走完之后 他把帖籃放在里面 希望有遮挡 我又不信他在外面走 但薛恩做不了那么多 大家知道有点厚 想不到 有点厚 想不到 会不会中团变咒 变咚 我没看过有变咒 不是啊 江忌 那次今早六十人打给 不知道有什么突然变咒 他就大胆了九十九倍 幸福少傭变咒 那年 机会变咒 可以 那不理了 这些东西 我就这么看了 为什么不能选择 你那些马 排过去当 我又不会买 那就买骑士 排过去 这不是香港马会当税 为什么当税 这场肯定的投注额一定高 现在全部 实力马大外多 原本 我打算赌一千 也可能赌三百 影响到投注的信心 这场马会当税 如果给我们 我 这场马会当他没有跑 我不投注 我看的 不过我们说过 看队没有人排队 哪个人排队多 不是 我是倾向欧洲骑士 欧洲骑士 买骑士 就是买到乌鱼 莫雅 暂时是这么看 到乌鱼就是蟬靜挥 是啊 莫雅就是安逸 是啊 被迫着这两个 因为为什么 你欧洲骑士 跑长途赢 澳洲骑士 这个算是纪录 什么纪录呢 全高分 马牌大外多 都算是纪录 是啊 今天抽到档位 那些马主 能不能洗手才抽 你看到直播才知道 有时是不是买主自己去抽 只是派代表去抽 就是派代表去抽 今天上网的网 看看是什么人抽到 是啊 这个很少 全部 就是实力马大外多 很少 自己抽 那你就当 今次打给人 当一场戏来看 你喜欢大志尊 你买大志尊 你喜欢标志 你买标志 你喜欢财队 买财队 没有数契 就是说捧场客 现在 暂定就是喜欢 报夷学家 试试 试试 那我们在临场 看看马牌出来 是否对白 那我就选一张临场 就去西选 昨天一飞云 一拉出来也不用买了 那你们现在说 没意思 包明有什么公务 都应该不接受 那些表现吧 没有留意 就是赛后信件 没有大流血液 你讲赛后 赛后有点好笑 赛后有点好笑 因为武林至尊 大家很明显 最后二百五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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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二百十米 以前那只迫海蓝天 是堕退的 但是他撞得很紧 我看见 迫海蓝天 当时的安尚艾德纳 如果他不是说 伸手那么好 就是有机会滑下 我没有看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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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后那半 赛后他就说 逼迫海蓝天 是堕退 是和武林至尊 大家是有碰撞过的 轻微碰撞 什么轻微 他在这里写轻微碰撞 不要紧 别人写我们要读的 好了 轻微碰撞 好了 不要紧 那轻微碰撞 是不是需要问一下 谁要不要负责 你两个歧视 不负责也要警告 不 或者你觉得大家不需要负责 你就写 原来这个是没有 避免不了意外 你就不用负责 你现在只是当没有事发生 你只说有撞 那当然是判断撞人 难道武力就是撞你吗 对不对 有些有些人都会去 不如也不用问 不如也不用问 就像那个大床眼包 也不用问 不写就算了 你现在你两个撞了不要紧 谁有事 先问一问 你问完之后 原来是被免不了的 他们已经很尽力了 我们是不采取行动的 但都要提几句 你这句都没有 免得问 问了就有事了 我就怀疑 那就是 你可以在佛下到留下 不 英逆中 如果你轻微碰撞 我不接受 更轻微碰撞 那些 怎样叫做严重碰撞 那你不接受就 我真的不接受 大家看片 我叫葛杰有没有片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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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还轻微碰撞 你是不是白痴 我不能够怪 因为这些董事报告是英逆中的 我不知道逆那个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 有时候很难说老虎鸟 摆眼看 白古 就是赖那个翻译不行 那一刻翻译 那比这场就倒了 那有武林志圈的嘛 酷到滚滚的 看直落就知道了 红黑直跳三分之情 就是蓝天 我是认为 它两个是有碰撞 那你问 原来是剧情需要 大家都尽力了 不用负责 你都提出 碰撞 那就沒什麼了 那中國騎士碰撞你就拉他進去殺頭 膚色不同 都不是那麼離譜 黃種白種 你自己做公關你不會做 你問完之後 原來大家都很盡力避免的 不用負責 那就大家很下台 你問都不問 那你就走位 那你最慘的是 萬人迷 萬人迷一般 那都是半斤騎士 那每個人都要留意他的事 而且他就知道 他是你的臭小子 那你就要身邊的人 大力點打一下 你服衷就 大家再說說 這場地的走位 就是黃雅芳 第二那隻是黃雅芳 武林志尊就在 鬥士裡面那隻就是武林志尊 即是黃六邪奸三那隻 那看看最後二百米 前面都是小神仙 谷草也很壞 前面 你也有說 最後一陣子 你也有說 現在留意一下他什麼時候 潘仑這個位置 就是黃雅芳 他是努力去爭取勝利 那就去吧 這些還沒接觸 不要那麼留意 智有功論 大家看片 如果這樣 如果這個是 香港騎士 中國騎士 六天 倒閉 現在連問都不用問 很離譜 你知道高官 有沒有這麼差 有沒有讀書 董事 你不是說 原來他退他 那個位置 大家備免不了 我們不採取責任 不行 你幾個字 不會寫 阿彭哥 你輕微觸碰 你輕微觸碰 是否要問 你是否要問 關哪個事 那你問了 原來大家都不關事 你連這幾個字都不會寫 你騙人都不會騙 就不要做 晚上趕著下班 說什麼 出糧 你連騙人的技術 你都沒有 接著董事 阿彭哥 我說我說我說 沒有騙人的 大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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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彭哥的罰子 現場監場 到閘後 那個董事 也不用發 問又問 說也不說 在現場說話 每個人都說一聲 你隨便說 輕微碰撞 喂 你多說幾個 原來他們兩個都很盡力 看直鏡 是沒有 擺明你是想贏 就倒閉 這樣倒閉 那時候腳踏 會跌的 我們不明論 大家的網友看看 真是 喂 連多寫幾個字都不懂 這些公關手段 垃圾 你做公關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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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說謊 都節省 喂 白哥 其實昨天氣候 我跌幾個百分比 遲之後就跌回 我們不要理會 我們聽聽 你喜歡什麼 董哥 是禮拜日 說到人都生氣 你當然 亂握 你是特別錯 是嗎 喂 你今天有一件新衣衣 我每天都是這樣穿 我穿不同顏色 喂 你說一下 你有什麼心情 我多給一次機會 四場十夜 加州動員 因為這一馬 我都穿了幾次 他都不太差 還有 可能我 我意會到一件事 就是 我猜他這一馬 就不是很適合 建立騎士 那個忠逆 發揮 這次強配 這次強配 叫到那 那馬是OK的 我覺得這一場 對身不是那麼強 好馬 就是檔位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這一馬 不會那麼嚴重 我就 再給他一次機會 喂 如果這隻加州動員 再沒有拍 就是以後這隻馬 實力重新估計 我就不看得那麼長 就是我看一場一場看 我只是給他一次機會 是不是 那那隻馬 就是撕到的 但是我不敢介紹 不要介紹 那你介紹 我喜歡 美場那隻鐵金剛 這場賽事 我就以為 配搭大鬥 為什麼呢 那隻標誌 什麼 那隻什麼 手機標誌 報名牌 我以為他不騎 但牌那個保訟 是做不到 126磅以上 要125磅以上 是的 那你說潘頓其實堅尤威也對 因為他千尺是拿手的 是 放了鐵金剛 但是鐵金剛就不斷進步 這次又是喊到鬧 希望這個棋子這樣 這個棋子可以的 那就看這隻馬 越跑越進步 這場 這些分數必贏的 那這次因為 報名騎不到 潘頓又不騎 就令到這隻鐵金剛 有一點賠償率 就是多彎一點 OK 還有京尤威這隻馬 雖然近期的演出很穩定 但是其實這隻馬 那段力還是拿捏得很準成 就是不是一隻說 高得那麼緊要的馬 那這次 你現在堅尤威要讓那隻 讓那隻鐵金剛 是 讓鐵金剛多少磅 讓鐵金剛10磅 讓鐵金剛好呢 我當然壓力很大 這場馬都很好看的 在未場 那你選這隻 我看臨場簡直跟你包 不如 按照計算 上次第四班 手機標霸 那一場千四米 贏馬過程 升三班是沒有問題的 都試著說 但是由於 幾隻馬都識識相關 臨場看一排隊馬 還有 看一排隊馬 還有臨場看一個 行圈的神態怎樣 好嗎 這場賽事 其實好像泛民那幾隻實力馬 到底哪隻馬高一點 哪隻馬的機會高一點 哪隻馬的機會高一點 哪隻馬多人排 都留意一下 美場都很精彩 好看的 大家的馬都是很漂亮的 當日有幾隻 漂亮馬在那裡的 那今天動色前前的時間 也是講到這裡了 我們希望香港馬會 就參考一下 美國人家的賭馬 那些網站怎樣優惠的 那些投注者 最頂的就是取消 很高深研究的 這個 朝哥說 棟爺你知道我一早 買了 買了 你沒有排隊 就馬上取消 很過癮 還有 還有 星期三四二十元美金 立刻再開幾個戶口 找一些墨西哥妹 你知道 你知道是朝哥撈邊行 總之每人回購五元 你幫我投注 墨西哥妹 好 今天動力前前的時間 就講到這裡 打比日再談 打比日 挺好看的 這屆打比 因為所謂高分的碼 就是大約多 低分的碼 就是好多 看看拉雲之下 打比 是否冷 到時就應該有答案 但始終 但始終強調 看排隊馬會比較好 清晰一點 其實打比 都是一些明星馬的搖籃 那一到明星馬 各有捧場客 你喜歡哪一隻馬 大至尊也好 名區也好 安靜也好 各有陣型 到時大家捧場 就當看跑馬 好了 今天動力前的時間 就講到這裡了 那星期日就直播先 跟大家見面了 拜拜 拜拜